好 Example 13在这一边呢 它是算电费的 电费的其实是很简单的 它就一开始的200 它就是给 2毛1 然后接下来的100 3毛3 再接下来的3毛5 5毛1 然后接下来的300 是5毛4 所以它的那个越多 它就越贵 越后面的就越高 所以它就是直接 这个乘这个会变成 这个乘这个等于 你这一个这个乘这个等于 这个这个乘这个等于 这一个啦 这样啊 OK 然后所以它的XYZ呢 这个乘100的时候 这个就是33块4哦 然后这个乘300的话呢 就150多块咯 154块8咯 Zack是27块3咯 然后接着它叫你 Calculate the total amount of payment which is not subject to service tax OK 它没有 service tax 它在这边它说 超过600的 它才会一个月里面超过600的 它才会有6%的service tax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600 这些还是属于600里面 200加100加300 这个还是600里面 所以它是 这个刚刚这个是154块8 154块8 所以它的是这三个加起来 43块6加33块4加154块8 这个是它的这个B的部分的 OK 然后Calculate the service tax in the electric bill 然后它要给6%嘛 所以它的6%呢 是这一个50乘以这一个东西 也就是我的Zack 我的Zack是27块3 所以27块3 27块3毛的6% 所以你在这边27块3乘6% 1块6毛4 OK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要加多一个D 它叫你找什么呢 Total amount of payment 就是它总共要给多少钱 OK 它总共要给多少钱的话呢 这样就是你全部都要加起来 就是说你这四个全部都要加起来 然后在这一个1块6毛4也要加起来 OK所以它Total amount就是讲 那一个月的电费来到的时候呢 你的43块6你要直接给 然后33块4你要给 然后154块8 OK154块8 然后你要给 然后27块3 然后再加上那个SST 1块6毛4 OK 1.64 OK 总共要给的是这样多 260块7毛4 260.74 然后它这一个会是等于260.74 OK 这个是它 那个月总共要给的 OK 它这个是没有重Tax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重Tax的部分 它这个要给 Tax也要给 OK 那个SS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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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